打通交通以带动港区发展 苗栗县厚龙镇外埔渝港特定区 一号二号道路行辟工程 可以将两条主要干道连接起来 导入景观特色、车道畅通、人行安全等三大需求 经费6200多万元 预定明年9月完工 外埔国小镇谷表演为苗栗县厚龙镇外埔渝港 特定区道路行辟工程 动图典礼引兵纳服 此工程要将渝港特定区内的一号二号道路串联起来 经过这么多历程你知道吗 终于彭义书也盖出来了 终于没问题要开工了 首先我要感谢的我们真的是我们朱镇长 看我们前超明委员你知道 一直争取营建署自己这笔经费下来 我们也非常感谢营建署的长官 道路全程虽只有大约280公尺 打通行研究后 盼能够带动渝港人潮 厚龙真的是得天独厚 在我们朱镇长的时候 透过我们陈上美委员的帮忙 也做了很多的建设 当然我想新清卫政长 也很努力很认真 所以有需要幸福的地方 我这边也会全力以赴 总经费6266万 道路景观特色 车道畅通 人形安全等三大主轴 已符合地方需求 我们有这样子的经费 陈超明称委员很用心 他就地方的事求快拿出 就去我们房间找我 当然我们能够帮忙地方的建设 这个建设实际真的要延续 那也要有地方的需要提出 然后申请 当然今天这一号二号 也经过很久的争取 道路不长 才280公尺 但是它打通的道路 可以把整个串终起来 保持为最重要 第一层 开工顺利 圆圆满满 外埔渝港一号二号道路 行结工程动土 预定113年9月份完工